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就经常是这个画风轻奇 为什么叫画风轻奇 就是我总是喜欢研究一些新的东西 那今天的这个也是我最近的一个比较 也算比较新的一个观察 然后也是希望结合它 然后再结合开源社区 以及一些我的思考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示 然后我是 其实我是文科转计算机 就是我的硕士企图的计算机 所以说特别有一些特质 就是特别喜欢想象 想象一些新的东西 那今年包括去年OpenAI出来之后 给我自己对待的一个启示 就是这句话 就是逻辑能把你带从A带到B 想象D能把你带到任何地方 所以我是在考虑 就是我们今天的组织模式 因为其实开源社区也好 iPad西方内审 包括今天的公司 还有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道 都是一些新的 或者说可能在1000年前 从来没有的组织模式 那我们就会去想 那再往后 如果说再过10年 20年30年或者是50年100年 AI的这种 对生产的这种赋能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启发大家的思考 然后主要之间这套 我们会分为三部分 第一个就是从Apaq得到的启示 第二个就是从智能商业 到智能组织的一些观察和变化 第三个就是一两个例子 一个是Meet Journey 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用过 还有叫Layan 这两个模式为例 讲一讲这个组织形态的变化 然后我其实 在这个 我其实观察Apaq 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视角 就我特别喜欢看他们的一些故事 包括今年的夏天 Brain他来中国 然后来跟他交流过 所以我就问他们当年 你们为什么就愿意去 做这么一个小组 然后他也是 其实他当时回答我 他说我们其实也 当年也没有特别明确的 说商业化目标 没有想过 就是一群小伙伴 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 然后结合到一起 然后呢 所以呢 95年的这个Apaq Group 到后面 到今天的Apaq Foundation 我们可以看到 这么多年过去 一个几个人的 一个松散的小组织变成了一个 Foundation很大 然后他在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 呃呃 这个粉丝也好 然后也在各地去召开一些大会 其实这个 如果说放到1995年 或者是95年那个时候 不一定能想到他能 今天 变成今天 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呢 嗯 我就再去 我就会回到这个背景上去 想当时的一些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 嗯 也是一部分是一些 新的写作的文化 在这种互联网 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这样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走出来 那 嗯 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 大家其实也慢慢发现 嗯 就是这个社区剩余代码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嗯 通过一系列实践 也就是我们今天大会的主题 Community 嗯 就是这个 Community 嗯 Community 它要比 嗯 这个Code 这个Code本身要重要 也就是说开源社区 它的 它其实也是比 开源代码更重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其实一个是也是 因为 技术本身它在发展 当时呢 最早时候其实互联网 还没有那么补及到后面 它慢慢 开始变得生产力 再到有了很多的商业公司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这样的 其实这样的历史呢 我们也会想在今天这样的 嗯 AI发展也包括很多新的技术的涌现 会不会再出来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也就是爱发奇的故事给我的一些启示 那今天我们的2023年会不会有一些 嗯 在创新的小伙伴也好 一些就是基于一些爱好者也好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模式 通过一些小的任务 比如说去解决一些AI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技术问题 再去形成一个大的 呃 大的这样这么的一个组织 所以这个呢是爱发奇给我的一些 他这个故事给我的一些鼓励和一些启示 所以呢这句话也是嗯 我从啊 爱发奇指导人们摘入下来的 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啊 就是嗯 协作的力量 包括社区的力量 特别是我们怎么能 嗯 通过整个社区的力量 最后获取成真正让它能持续发展的一种动力 这个呢也是啊 我自己最近也是在 实践中探索 探索有没有一种新的这样的模式 嗯 但是这句话其实是给了我们整个的 嗯 就是我 我做的那个叫KSIL 其实是个lab 一些鼓励 所以我们也在想着有没有新的 嗯 这种协作方法 或者一些组织形式 然后呢 呃 这一部分呢 其实呃 也是比较比较比较重要 然后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受到 呃 阿里的曾铃老师 他在今年讲的一些 一系列这个变化 然后我也是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嗯 怎么理解这种 这个智能商业到智能组织呢 其实是呃 其实是这样的啊 就是呃 拆GPT 它呃本身 它的出现就是一种呃 巨大的呃 这个冲击 如何理解这个冲击 就是大家其实很根本就没有办法相信 就是这么一个呃看起来是一个非盈利组织这样的一个 半盈利 或者说一半盈利这个组织模式 包括它的股权结构都跟你以前的公司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open 案 它能一下到很快的速度就到了嗯 一亿用户 那很多人也会去去思考包括创业者也会包括这个技术技术专家 大家都会在都会在想说这种技术革命带来的这种新的商业变革 它会不会带来新的组织形态的演变 那其实呢呃我们呃呃如果说再往前看之前呃就这个就是曾宁老师 他他是阿里的这个学书委员会主席 他以前提到过一个概念叫智能商业 就以前的呃互联网企业其实在跟之前传统的公司相比 它的智能程度是呃越来越高的就如何理解这种智能程度越来越高 就它的其实是它是呃和过往的企业相比是以能是可以以极低的这种成本 然后为海洋的用户提供服务 这种呢在过去比如说像90年代初其实是不可想象的 那现在呢就呃呃我们也发现包括大模型的这种火车码 然后有很多呃组织里面去尝试去应用一些大模型或者是AI的一些能力 呃我我昨天看到的一个数据是是呃有一家公司 就是安科创新他通过用呃呃微软呃呃的opini 呃opini服务然后嗯省去了很大的一部分 特别是运营成本包括翻译成本这些 所以这个呢其实只是在一个初期的初期的这种嗯情况 那到后面如果说呃AI它还继续发展 呃如果特别是他到了AI时代就他真正具备了一个智能的嗯智能的这种呃能帮助人类或者能替人类做出决策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组织的变化呢就还会发生不一样的一些一些样子吧 比如说国外有一些公司他们在尝试去用呃AI好的学校去替代老师一些AI的教师 但目前还是属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但不代表现在未来不会更加成熟 然后呢还有就是嗯其实我们也发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面吧 嗯这个经济的发展的核心核心驱动它主要其实是 其实是信息技术的变革还有工业的这种发展 然后呢技术变革它后面还有呃其实还是有这种社会的制度的创新这种相互相成的 那比如说呃之前是没有古时候是没有有限资源公司的 那现在也没有风险投资那后面慢慢开始就是这个这个呃 当信息时代的发展包括呃 经济管发发明啊包括个人电脑的这些出现 慢慢来慢慢慢慢开始呢就很多通很多这个风险投资跟创业公司呢 就成为这种呃财富创造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呃 呃所以说其实 OTI它的一个它的一个嗯智能化的表现在哪 就它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嘛 它其实是一个最开始就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当时是呃马斯克还有塞尔开了几个人在呃呃呃 就是想要反抗谷歌的人工智能的混乱 后面慢慢开始就这么当然中间也比较很困难 慢慢就形成了今天的这个当红炸自己 那嗯还有一个就是一会儿我要讲的公司呢 就是Mid Journey Mid Journey呢它一共只有十一个人 然后但是它的呃年年营收能达到一亿美金 这两个公司呢特别是像Mid Journey这样 其实在过去的时候比较难以就是大家想象不到 因为我们都呃都是组织很重的嘛 但是后面呃会不会有更多的嗯新的这种智能的组织 也就是说通过AI的工具去节约生产力或者是给每一个超级个体的这样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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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其实在过去的时候 我们的对战略的要求的反应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 比如说我们通过从上到下承计战略 那这个几个月 三到六个月 或者是一年 这样一个大的战略 但是如果这个我们也发现随着信息实在越来越快 你对战略的紧迫程度越来越高 你对的信息的并发要求会越来越高 所以就是其实也是 这种对于未来的这种智能组织 它是希望或者是想要通过某种方式 也就是通过一些更高效的信息传递方式 能找到一些这种吃同道合的 每个人都是这种超级个体这样的顶尖人才 那他们可以进行这种信息的并发 就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神奇的一些组织 就是去年前的web3非常的火 然后也说一些道的这个 道的这种涌现 这种去中心化 分布式这种资质组织 它的出现呢 其实也我理解既是一种偶然 也是一种必然 就是偶然之处在于它也是因为区块链的本身 虚众计划技术 那必然也还是因为我们的 对于信息的集中程度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些一些看起来零怎么点 其实很可能代表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然后 然后为了就是更 让大家更明确 那我拿两个例子来讲一下 就是有两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组织 就是一个呢 就是还是这个我们刚才讲就是在就是再强调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技术它解决了过去 需要很多人力的问题 包括有很多像产品设计啊 后台运营这些 以后逐步它对人单个的个体 相对而言的依赖没有现在那么高 那我一定一定是会这样 第二个就是说信息并发的重要性 那我们一群人通过一些有公式的模式 去进行信息的并发 这个呢其实在米哈勒有点类似这样的组织 它也是属于说一个小组织这样的分布 反正是不是之前那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自传道 这样的其实也是提升了它游戏开发和游戏业务协同的一些动力 还有就是所有就是这个有有思想的 然后也有想法的 希望这个公司能一起变好的这样的一些合作者 可以通过公共创来产生一些集体的决策 就是说众人食材火链高 然后能面对这种外部越来越高度的一些变化 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我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Lion 一个是Meet Journey Lion 它其实也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故事 就是它是一个德国的高中的物理和教计算机的一个老师 然后它做了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集 然后也被谷歌和Stable Diffusion去用了 其实当时它想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功利化 它就觉得这个数据集我还是应该做一个第三方的 因为如果要是都被一个公司或者两个公司拥有 那其实就是等于完全垄断了 所以后面它就开始就是这么做了一个这样的开源的数据集 然后有很多 它自己其实也没有想到它能发展这么大 后面一开始就是一个Discord的一个小聊天室的成员 然后后面呢就发展了 他们在这个三个月之后 成立之后三个月就发布了一个40亿的图文的图文 这种数据集 然后也就是Lion 是基本就是最大的免费图文数据集之一 所以后面其实它 它一开始就是也是一个兴趣驱动版 然后后面呢 Hugging Face就给他们捐了一笔钱 然后让他们继续发展 包括就是这个像Stable Fusion的创始 他们也用了Lion的这些数据集 然后给他们一些捐赠 所以其实这个事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 就是它的奇怪的点是或者它有意思点是在于 经常是通过一些没有那么目的性强的 然后一群爱好者 然后又把这个事做的做的这么大 并且呢它确实是对很多包括今天的AI世界也好很多公司是有实际用处的 而且他们也挺聊得在其中 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 今天如果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像当年类似于阿帕奇小组这样的故事出现 也是也是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然后除了这样的一个开展数集呢 还有一个故事就是Mid Journey Mid Journey创始人呢 他也蛮有意思 就是他一开始是做这个Link Motion 但是当时应该跟这个风险投资的 搞的可能也关系不是特别好 然后后面呢他就自己做了Mid Journey之后 也是一开始比较艰难慢慢慢慢做了之后 然后后面这么一个是一个人的这个团队呢 然后他是属于大人片商业化 那营州也超过了一亿美金 嗯 然后嗯 我对他们的观察呢就是 还是组织结构比较灵活 并且呢 决策流传非常快 并且像这样的公司还有特点 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历史包袱 所以其实在今天呢 嗯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例子吧 一种就是这种小团队通过嗯 强强联合 然后创造大价值 这样的事情在未来的AI时代 或者是以后工具越来越越越越 越来越效率越高的这种时代 会越来越多 还有一种就是通过一些兴趣 做一些对真正有用的事情 把它坚持下去 后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断的结果 这个呢 是我观察到的一些人工智能时代 一些很有意思的组织形式 然后呢 这个其实也是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思考的 就为什么我会把 嗯 这个 我这个talk放到开源社区 因为我觉得就是 其实社区也是一种组织 而公司也是一种组织 还有很多 fondation也是一种组织 那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公司 以后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会不会变成一种半开放式的 开放式 创新组织 或者说 会不会 有一些业务更适合去用这种开源社区的模式 就是以fondation的模式去做 有其他的业务更适合去用公司的模式去做 但这个还比较早期 不知道 还是一个 呃 呃 但是我觉得可以一块去探索 然后 呃 那 我还是回到一开始 那一个那句话吧 就是 想象力 就是 如果我们站在明天的视角 就是技术路线发展也好 然后社会生产的发展也好 还有就是未来的这种业务协同和技术的发展也好 我们怎么去考虑今天的创新 就我们能做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事情 第二个呢就是 那 嗯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一些组织性组织模式 它 嗯 效率 没有那么高 那以后会不会发生 重构 本质还是因为更好的能沟通 更好的能激励 更好的能协同 以及就是 呃 如果说未来我们的AGI时代真的到来了 那个体价值 就每个人的能力 你可能 你可能又可以当程序员 又可以做产品经理 然后你还可以做设计 一个人可以同时做很多事 嗯 也可以做得很好 这个时候呢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喜欢 讲一些就是 嗯 画风清奇的主题 就还是希望 可我们可以 嗯 多思考 然后也希望大家 大家一起去探讨 那未来 未来的一些新的 嗯 故事 会不会从我们这 我们中间去 诞生 包括 嗯 我们如何用这些 新的一些 呃 想法去思考 今天的一些业务模式 今天的一些开玩社区 今天的一些组织模式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 呃 分享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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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